嗯 往前勾对角 主动发力球都已经再批对角 长山干泰放弃了 洛京又赢了 洛京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啊 这是2022年法国公开赛 洛京又对着长山干泰 这场比赛的洛京又延续了出色的表现 杀的对方最后都投降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场精彩对决 第一局比赛上来洛京又就爆发了 这个跳杀真的是太漂亮了 好的 这种进攻打的长山干泰没什么脾气啊 小洛的这种速度确实是非常快 后场随便推就是能够得分 长山干泰这底线的控制确实是不到位啊 洛京又这刹球明显的接泪球了 这个后场的推高远球又是不到位 洛京又轻松就能下压 长山干泰这边又不具备去得分的能力 那这场比赛确实长山干泰的办法就不太多了啊 又是一个洛京又的后场进攻打得太舒服了 今天在一号场地我们会看 长山干泰的德奔基本上就是洛京又的失误 在第八场混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郑思维黄亚琼 对阵丹麦的马迪亚斯和博尔的比赛 那么第九场 这个高球其实又给机会了 不过洛京又自己的跳杀出现失误 两个人这个进攻的差距真的太大了 虽然洛京又是有一些进攻树 但是你一直给他去这样突击 安赛龙来也不好傻 洛京又自己玩大了 自己居然做了一个假动作的推后场 结果出界了 还是做的比较少不太适应啊 之后洛京又的一个披杀对角 轻松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上来 洛京又依然保持稳定发挥 其实这个球洛京又已经非常被动了 但是长山盖太真的没有进攻能力啊 嗯 其实这种推高球长山盖太是根本玩不赢洛京又的 不是说洛京又的控球多好 而是长山盖太根本没有进攻能力 有一个 而长山盖太去对欧场 洛京又的进攻就真的太强了 多好的机会啊 就是杀不死 不知道是洛京又防守太好 还是长山盖太进攻确实差 这个墙望漂亮了 这个墙望漂亮了 放完后直接就是推到后场去批杀 其实我都觉得洛京又的杀球都还没有使全力 洛京又打的就很轻松 这个线路该去哪去哪 有机会我就加速 没有机会就给你打拉掉 看洛京又这个动作啊 特别放松的一种状态 长山盖太有点累了 跑都有点跑不动了 漂亮了 洛京又这个往前勾对角 真的是太厉害了 这个状态太恐怖了 太暴力了 对方都已经被杀的跪在了地上 完全跑不动了 懒头去接了 啊 这发球居然送失误啊 心态已经崩了 这可是赛一点球啊 最后长山盖太也不接了 直接投降 洛京又也是轻松拿下比赛胜利 不得不说 现在洛京又的状态确实是太恐怖了 接下来的对手不出意外是安赛龙 安赛龙不知道黄了吗